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铭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老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2直播比赛 那么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SRI联赛第三赛季的中国赛区预选赛 由IGV对战BHER的比赛 那么这个也是五位之心 五位之心这个战队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那么这个由于也是第一轮的比赛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表现呢 应该可能双方还是会以 这个拿一个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稳健的阵容 然后以这个试探 估计还是应该是以试探为主 IGV肯定打不过BHER 不得不说现在BHER的这个阵容确实是不错 这个现在有 像他们现在的一个阵容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目前由于我这个像是这个老A 益晨还有什么876这些选手 其实这些都是在国内的这些圈还算是比较有 应该说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些人吧 尤其是益晨这个选手 外晨这个选手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来看看这场比赛 在这V一手抢了一个小墙以后 搬掉的是剧毒和巫妖 这两个英雄现在也是成为了这个搬选上的一个常客 尤其是剧毒这个点 其实剧毒这个英雄拿出来 从拿出来他的效果来说一般 他的胜率并不是很出色 但是呢就是恶心 就是恶心 这里有观众表示说这个卡顿 刚开始的这个卡顿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卡顿 其实大家从这都能看得出来 就是我只要在这个搬选界面 开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整个游戏的画面就会被卡住 卡住以后 然后我这边游戏的这个帧数都正常了 不是你们手机的问题 这个是现在游戏的 有一个游戏的这个搬选界面的一个bug 这个搬选的界面的一个bug也是非常的严重 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咱们暂时也不知道 这个只能是等官方去修复 并没有能力咱们自己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超出了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 看来是这样比赛后续的一个搬选 不过这样的话呢也不是影响太严重 虽然说会卡住 但是呢这样的话起码大家看这就不卡了 这个底下黑了上这个就是底下黑了 上面卡住了 这个是威慑新开发的一个bug 反正刀台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现在就每一个版本更新的都是修复了一些已知bug 增加了许多增加了若干未知bug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IGV这边第三手是扳掉了一个TA 防那手对方的TA 那么看igv igv的人员变动主要是这个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单位 1号位和3号位的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变动 那么IGV这边是选择拿来了这个flyby应该是之前CDC的 然后1号位 那么SRF 好像叫孙润 风还是孙润发 还是孙 好像是这么个名字 那么 他之前那是忘了哪个队伍了 但是呢 表现应该说还可以吧 要开始出现卡顿的情况 那么我们把这个界面打开 你看只要一开这个 然后马上就不卡了 但是里边的人也都看不到了 所以说这个有的是威慑的这些bug确实也是有点遭住 IGV其他的两个位置没有变化 也就是5号位包子 5号位super不是包子 这个跟虽然名字跟包子一样都是super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super 5号位super他的这个 搬选择也没有变化 那么4号位dogfights去打这个就是狗打架 狗打架的4号位应该也是比较稳定 Sakata应该还是选择去打中单 不出意外的话 因为这个flyback好像没记错的话 他在CDC一直是打的1号位 他我印象比较深的英雄就是 熊战 他的熊战我印象比较深 其他的英雄还真是没有什么给我留下过印象的 有实力的一个选手 但是呢亮眼的地方不多 但是CDC在此前 成绩其实还是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意味着这个选手 其实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 你看现在只要不黑了 只要不黑了 这个游戏帧数马上就下来 你直播这边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的卡 这就是现在这个 他有一个新bug 很厉害 我这样再开一下再把他们都变黑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大家看着应该没那么卡了 总是有办法的 好无奈啊 满脸的无奈 在这个第四手 这边B2就是选择了拿了一个 立丸这样的话是引刺加大鱼带狗 两辆车 那么中单的位置这样比赛 B3会不会考虑去拿一个 拿一个这个蓝猫之类的 拿一个 全是车 全是车 然后到处送的这么一个阵容 IGV这边是拿出来了一个死问 虽然他们的这个1号位的选手 从拘绝者变成了flybub 但是死问这个英雄 看来IGV还是很喜欢用 而且他们特别喜欢 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神域加死问的这个组合 死问这个英雄这场比赛出来的话 倒是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对方这个阵容 打小狗的话 死问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东南亚赛区的话 有可能会选择去用小鱼之类的英雄 去打这个小狗 但是中国赛区的话 普遍还是用的比较少 这就开始卡了 我们再次把它变黑就好了 把它变黑了 大家就不卡了 所以说有的是 你看这个威慑的这个游戏 这个bug呀 看隐次彻底隐身了 那这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 好像我没有做广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加入的歌群 521017153或者337607510 那么两个群都是非常欢迎大家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比赛的预告 如果大家愿意打赏一发支持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 咱们说完进比赛 接着看这个隐次 黑屏隐次 今天 这个也是今天直播的最后一轮比赛 这个是 Veroher的对战HV的比赛 今天也是直播了很长时间了 估计今天所有的比赛播完了呢 应该是要播大概12个小时左右 那么最后一轮的比赛呢 难免可能这个精神注意力上面会有一些 疲惫啊 疲惫 所以如果要说出现这个最嫖的情况比较多的话呢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最后一轮HV拿出了一个老虎 萨卡大的老虎吗 这场比赛是个 三号位应该不会是老虎 帕克现在这个英雄不会去打酱油 所以他最次也应该是一个三号位 如果是老虎去打酱油的话呢 三号位小强 中单帕克一号位的死问 这样的话是说得过去的 老虎这场比赛如果去打酱油位的话 不厉害呀 应该还是一个主力的老虎 大家说哪个英雄是单车 什么叫哪个英雄是单车 你说的单车是指车长老还是小狗开的车呀 你要是指单车车长老的话就是单车武士就是神明武士 你要指的是这个小狗的车的话这个又开始卡顿了这个地方我就不再给大家去调整了 反正马上就开始了进游戏里面以后就好了 如果说的是这个小狗的车的话这个就是有钱的就是跑车 穷的车就是单车呗 再穷一点就是牛车 等一等看一看双方的双方的这个进入比赛当中的一个实战情况 这边这场比赛选择选择是一尘的一个中单龙旗 然后 然后HMX HMX是什么意思呀 HMX 很明显黄煤系还满像 和敏旭呼马线黄煤线毁灭性 慧民线好魔性 好魔性 好魔性 好魔性还行 好魔性 咱们就叫好魔性吧 好吧 或者叫黄煤系 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门情况 出门情况这里刚刚上完的是小强 Dogfights的4号位小强 那就是3号位的帕克呗 Sagada的中单老虎果然是 然后这样的话是 孙润 这是疯还是发 我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这个选择 SRF的他的一个帕克 那么这样是3号位的帕克 狗打架的4号位小强 5号位的神域这个没跑 1号位斯文中单的老虎 Briorhood这边呢是这个 其实叫HOMO线 HOMO线啊 那行叫HOMO线也行 HOMO线啊这个 HOMO线这边是一个小狗 HOMO线羊毛给的HOMO线 穩啊 太稳了你们这个 我们看看这个HOMO线他的 不知道这个HOMO线这场比赛 他这个位置啊 HOMO线这场比赛他打的是一个1号位 由于Briorhood这支队伍确实 给予的关注度不够高啊 这我真的是没什么 没有对这些队伍太多的一个关注 确实没出过成绩 这个你一个队伍是不是能够去 被人注意啊 这个抢符手还是有点快的 876这里非常非常稳健的抢下来的这个赏金神符 那这样的是一个有毒的三符开局 这个Briorhood这个眼牌的有点厉害啊 一上来就是把对方的这个假眼直接给排掉 老虎Sagata的老虎在中国这种一线队的这个圈子里面 算是打的比较多的一个选手 效果好坏参半吧 不是说他这个老虎 他的老虎不像那个Sumiel的老虎 发挥那么稳定 看看帕克这里过来打一套 这里卡一下位再等第二个穿刺 这个已经不存在了 这小强的穿刺一级CD太长了 他的这个CD整体就是14秒 这CD确实太长了这个技能 看一下老A 老A的这个大鱼 这波是被定一手 但是引刺支援过来了 这场比赛还真是打了一个 三号位的大鱼啊 三号位的大鱼 四号位的引刺去给狗去当车 嗯 这个车倒是都不错 四号位的这个 引刺可以把自己的等级慢慢混起来一些 然后三号位的大鱼呢 可以尽早的去做出跳刀了 这样前期节奏会带的比较快 中路的补刀方面 现在老虎背对方的这个一城的龙骑玩爆 下路这也配合有问题 垂中就该蓄力了 其实是不是蓄力对于他们能够打出来的输出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神韵里边也没有血 因为近战英雄 其实像斯文这种近战英雄想去杀掉对方的一个大鱼的话难度还是太大了一点 裂大鱼 开起来 这个小强这个皮太早了呀 这样的话要交易血了 给上一个双叉 这不还能跑吗 小狗是有鞋的 帕克一个法球 过来以后要反杀 耗毛线 这不没死啊 这个 小强回头的这一个双叉可还是有点厉害 这样的话一个大要贴上来 小强又可以再继续再上路 就非常开心的去混线了 这个回头双叉还是很稳健 中国的一个补刀方面的目前 这个塞嘎大还是被龙骑欺负了一下 这个没办法 因为对方这个龙骑毕竟穷鬼的人家补刀斧 然后有事没事还吐你一口火 给你减攻击力 就这种就属于是跟 有点类似于像是你跟这个水桶妖去兑现 然后他一级升一个虚弱 三级升二级虚弱那个感觉 就完全没有攻击力 水桶妖那个祸在中午 要是主生蓄力这个技能的话 是可以1v2的 虚弱不是蓄力 主生虚弱这个技能 他可以把对方在三级的时候 可以把对方的攻击力 直接减成一个近乎负数 对方就完全没有伤害 现在比赛来到了4分钟 目前补刀方面中路的这个龙骑无解肥啊 这个正补 尤其现在这个正补已经是高达25-5的一个正反补 老虎只有15个-2的一个正反补 被对方抄的也是非常的多 另外预告一下明天的直播 明天由于这个赛程的问题啊 明天这个ESL不知道 我估计可能ESL这个选拳赛在游戏的锦标赛里面还是没有 所以说明天这个上午的比赛能不能播上 这个要看脸 这个只能是看一下明天的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好友里面 他有没有在观战 他如果在观战的话 我应该是可以再蹭一蹭 如果他没有观战的话就走远了 这波真眼 876这过来以后 这个应该是意识到对方中路有真眼了吧 不差一个真眼反一下吗 没有差 没有差 下落这个大鱼是被对方怼了一波 怼了一波 给了两个E 但是这两个E 没打死这个大鱼 反而是让这个大鱼回去吃了一发圣坛 再加上这两个E的回血给回上来了 下落这个C4 下落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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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水 下落脑 下落脑 一血前期也都是比较慎重 两边 但咱们在开局的时候 预测的这个走势差不多 第一场比赛 双方都是采取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给个误杀 这里刚说完没出一血 这里老虎就背对方这个龙骑 加速的一个龙骑六级 加上游走过来的一个影刺 直接带走 中路这里又是定过来了一个小强 不过小强这个位置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这个眼呢 也是被对方直接给反掉 那么这样中路的一个兑现 就变成了Brayhead的一个大优 五刀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然后再加上这一波的击杀 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 近乎碾压的一个优势了 可以说 这个时候老虎再回到中路的话 对方可以依靠这个龙骑 变龙的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把这个老虎磨掉大概一半的血 就是最少要耗掉那两口瓶子 小强来过来给上一个穿刺 两个人伤害不够吧 神域也来了 那差不多 给上一个三秒 进化一手 再给上一个一 哎呀 再给一剑射死了 还行 幸亏老虎这个射程比较远 而且是已经有了这个天鹰界 属性比较高 没有选择船过来 但是自己在后排是被远古冰虎给上了一个C 看一看在跑的这个方向 还可以有下一个神 这个换掉法球 应该是逃掉了 你这 这是什么 哎呀我去 哎呀我头一次见帕克这么玩的呀 这里过来以后沉默给上 对方小狗开狂暴 这里到败材再追 继续往里追 再继续往里追 小狗走的这个路线很耿直啊 开向位接着跑 帕克一个法球出来以后 这里一个抽篮给抽死了 这个比赛 刚才帕克在上路的这波被击杀 确实是有点让我没太看懂 呃现在场面上从经济上来看的话 死问的经济发育的还算是比较正常 虽然不是特别肥 但是呢说得过去 装备方面现在够钱去买这个戏冰面具了 已经可以实现一个打野 只不过就是看接下来这段时间 力丸能够造成多大的一个骚扰能力 力丸如果骚扰的好的话 可以让对方的这个死问很长时间 打不了出来靠谱的野 呃或者是极大的去影响他升级的一个速度 那这样对于Brayhead来说这个优势就比较大了 GP稍微占了一小点便宜 看看老虎这里一口这里给上一个净化 再给一口感觉是要毒死啊 喝瓶子没有瓶子 好像要毒死 哎还行差一点 这里一个穿刺 一个瓶A加一个穿刺 神月给上一个E T呢老哥 T没CD 你这不是给人回血吗 我的天啊 死问已经买到了自己的戏面具 这里被对方大于给上了一个点灯 有点蛋疼你别说这场比赛 按照这个节奏下来的话 这场比赛一会儿很有可能就会 变成一个Brayhead四处追着这个IGB去怼 这里攒出来一个 精化加上一个穿刺 这里再给上 你这个没有精化老是给对方贴一 是什么意思呀 你这拿自己对手做保稿吗 这回血很变态的呀 这俩E上就龙骑血满了 吃一个 然后自己身上还有个恢复 打完了美滋滋 哎哟 这个神域这场比赛不是第一次了 看一下这个A的大招过来 大于这个跳刀快出来了 已经 这大于跳刀出的这么早 待会儿就是大于带着狗 满世界的去找人了 这一个穿测留住 死问接锤 锤住以后 这里一刀 两刀直接剁死 大于 这刀踩这个小江皮开慢了 小江皮开的稍微慢了一点点 小狗是装备选择 小狗选择先出点金石 这个这么顺的一个大于 应该要跟这个 耗毛线商量一下吧 我觉得应该先去做一个避张 直接带节奏吧 恕我直眼 小狗有了点金也刷不过死问 A的这个大招砸过来 中 这里影刺给一个雾 沉没给上 传走 但是影刺这里还要追 其实开箱未追的话有希望 开箱未追的话是有希望的 这个神佛 神佛 这里加速的一个龙旗 这波有机会 看小强能不能穿次盗 小强的技能给的稍微有一点点慢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慢 看看龙旗变身了 大鱼跳 大鱼跳到第一波 这个大鱼跳到大鱼第一波 好瞎呀 这个Brainheart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节奏呀 大鱼第一波跳到不带狗的呀 我的天啊 这 这我真的 这我真的有点遭不住啊 这也大鱼 这个跳到第二波带狗了 这波带狗了 就是要直接 这个有能秒这个老虎 能秒 这个老虎绝对能秒 这里给上物 这一个穿色 大招砸下来 直接砸死 那么这个 哦呦漂亮 神佛这波这个E 终于是起到作用了 一个E收到了对方 一个残血的隐次 这个满级的E伤害还是高啊 暴走的海兔 老铁我不懂游戏 你告诉我哪个队 老铁你这个 连游戏都不知道 也敢来下波菜 也是 也是有用气啊 Brainheart这边拿的那个 这边有一个隐次 哎呀这个进化给上 中 Ig那场改到几点了 Ig那场改到明天了 看看一尘这里 大招定一手 而且SRF再往前跑 这个法球呢 CD还差一点点 楚国哪个队的一血 我不是说了吗 Brainheart的一血 Brainheart的一血 看下这个龙旗 龙旗这是一个真身 小强 这个技能打出来 帕克的大招没有 这里沉默给上 死问落地 给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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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脸 封脸 封脸 大哥 这个封脸为什么一直不开 哎对方原地站着的时候 不开封脸是什么梗啊 省25点蓝吗 亲 这个死问打的有意思啊 这刚才龙旗被定在这块很长时间 然后这个死问就是不开封脸 然后一直到这个对方的龙旗 开始跑了以后 自己追不上了才开始开封脸 追着砍 结果还是没砍死 最后让小强拿到这个人头 这些队伍这场比赛 真的有点 就是出来搞笑的 演员队吗 神域为什么一直一剃二连 不是应该先剃吗 先剃再一 这个是在你对线期可以这么打 过了对线期 一般都是要先去一再给剃 这样稳定 哎这根剑加穿刺接的不错 这里给上一个净化连住 一个一也漂亮 带走了一尘的龙旗 这样一尘的龙旗 其实是经济被反超 中单的塔被萨嘎拉拿掉 这一波这个IGV的配合还可以 一尘也是给面的 一尘这个躲剑的时候 本来想来一个蛇皮走位 结果没想到中了一个小强的穿刺 这大鱼一脚跳踩 引刺过来 这场比赛 你看这场比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问题在哪 这场比赛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小狗身上 小狗第一件装备选择出点金 你在自己队伍里面 有两辆车的情况下 你第一件装备选择出了个点金 没有去做这个 而且是在很顺的情况下 就这个影刺跟大鱼 其实都很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早一点去出一个避张 甚至你直接出个暗灭都不过分 就是暗灭避张这两件道具 你随便出一个 你现在早就已经把IGV杀疯了 这帮人 就根本就不敢落单了 就绝对 所有的人都可以秒 随便秒 真的就是 但是结果他先出了一个点金手 导致这个节奏就突然间就变慢了 你经常能看到一个大鱼满世界跑 然后没有 然后这个兜里没揣着狗 然后满世界乱跑 隐刺也是 兜里没有狗满世界乱跑 跑了半天也不知道能干什么 你看现在这个节奏 这就很乱打的 小狗现在的经济是不错 这波钻了 这波钻了 这来找帕克帕克 应该是去了这个位置 踩住就肯定死 就是你在自己的队友 有隐刺有大鱼的情况下 你这个就是真的就是 只要踩住就是必死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得是出一个 他出一个臂章 就是妥妥的这个节奏就带起来了 杀完人就抱团推塔 有龙骑在 你也不用担心推不了塔 就刚才这种情况 杀完人以后 直接就抱团从这推过去 直接找对方的这个下落二塔 这个节奏是会可以提的很快的 这场比赛 龙骑选择的装备 是一个假腿战鼓挑战头 也是一个 他要是这么出装备的话 那我明白为什么让小鬼出点睛了 这场比赛这个龙骑 没把自己当成一个 后期的输出核心去打 他完全是在走一个 这种推进和这种肉的路线 这里给上一下 撒一个粉 一个穿字给上 抽一口蓝 帕克过来以后 过来一个沉默 nice 帕克的这个伤害 极限位置掌握还是很准的 这样呢 双方的人头数来到了一个9比8 这估计下了十杀的朋友瑟瑟发抖 主播分析一下这两队的实力 这两只队伍现在的硬实力不好说 如果光看账面的话 肯定是IGV厉害 所以垂中 你看这个 兜里没狗 一个大鱼一天到晚 开着加速满世界跑 兜里没狗 裤裤里没有狗 这满世界乱跑 这里看一下 这个是隐刺带狗 过来还是没留住人 僵了 IGV下了IGV十杀的朋友 我们可以收菜了 从光从账面实力是 Braveheart厉害一些 但是Beheart的这个 是这个IGV厉害一些 不过这个Braveheart这支队伍 从他们最近的人员调整上来看的话 明显也是下了一些本 下了一些本先 隐刺过来 大鱼角跳踩 找到对方的一个神月 你看这个游戏变成了什么呀 变成了三号位大鱼 跳刀出的非常早的前提下 跟着自己的这个隐刺 两个人去搞事情 然后呢 大鱼发现这个狗 他不打架 他刷 那我也刷吧 这个大鱼也开始改主意了 换戏改出点筋手 有意思啊 这支队伍你别说了 因为这场比赛 其实这个 Beheart的这个战队 他们现在这个阵容 就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中后期 也就是大概在游戏行 到30分钟左右的那段时间 会出现一个输出不够的情况 他们的这个输出成长性太低 而且小狗这场比赛的这个出装 哎呀我去 哎有梦想啊 这个小狗 点筋 点筋 天堂 然后龙骑是 假腿战鼓挑战头筋 大鱼是 跳刀点筋手 然后这场比赛 唯一一个在出出装的是 四号位的影刺 有意思 有意思啊 有意思 大叔掳主很好吃 必然的呀 我推荐给你的那间店 不会坑你的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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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一手龙骑能不能把龙骑留住 给上一个锤伤害够不够 后排已经被秒了 大鱼带狗秒掉后排神域 龙骑吃了一波伤害没有死 死分开始BKB强行挠死一个隐次 这时候开始跟小狗对AA不过了 但BKB已经结束了 AA的大招给一下 砸到身上队友给歪推推 就一手这里锤住 老虎身上是有一个散尸的 剪一下小狗的塑 这里被对方晕住 跳的CD还有一秒钟 调整一下朝向 直接跳 直接跳就可以了 直接跳就可以了 非要中一个减速吗 这个老虎 哎呀 好急这波 还是要死 还是要死 他这波其实刚刚在上面 直接跳走就行了 他在中减速之前 如果能够跳走 对方在黑夜的一个情况下 想要去追上 那是不好追的 或者你直着从这走 你直着从这个地方走 然后往这边跳也可以 萨嘎的这一波团战 就是他这一次被击杀之前 至少有两种 甚至三种方法 可以让他自己不死 他选择了唯一一种 可以让自己死的方式 橘二石杀买谁 石杀 我跟你们说 石杀这个事啊 我不推荐你们乱下 石杀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 50%的一个概率 或者制多了 就是强队 制多能有55%的概率 就只要这两支队伍 不是一个 一线队和三线队 或者一线队 对业余队的这种差距 哪怕就是一线队 打二线队 石杀都也就是 最多能到个 55%的概率 毛子的石杀还是挺稳的 毛子 毛子还被 毛子还被老飞翁十几分钟 干GG我呢 你怎么不说 看一看 这一波开悟 这个开悟很强势 但是对方也在开悟 这里后排两个酱油 先破误了 龙骑第一时间过来以后 看到的是一个酱油 哎 第一下这个技能给空了 小狗出来 只秒了一个神月 又打龙骑 你这个 你这个死问一天到晚 怼龙骑是要闹哪样 跳刀走不掉 龙骑这里一个人上来 以后这个死问 哎呀 只会讲比赛 照这个节奏崩了呀 这里给上一个双叉 老虎这个时候 打不出来什么输出 跳也已经用过了 给上一个点灯以后 死问完全打不到人 龙骑被吐死 Dogfence也不知道 自己能干嘛 也不知道自己在哪 也不知道是谁 直接突中 开始给输出 这个死问 萌啊 这个死问 出了一个 封脸 加出一个BKB 然后打 每次团战党都怼着 对面一个龙骑打 龙骑可以说是 全游戏 唯一一个 就是在后期 神装 死问 也有可能 砍不动的英雄 他是唯一一个 这样的存在 死问 如果想砍着洞龙骑的话 就必须要出大炮 这个道具 这场比赛 按照这个节奏 走下去的话 这就走远了 你看这个小狗 你看小狗在出完了 这个稍微多一点 这个输出装以后 跟着自己的队友 一块去找节奏 这个节奏能力很强大 基本就是踩谁谁死 你可以击杀对方 任意一个人 龙骑的装备 实际上 你跟他之前的 这个装备相比 他只多了一个跳刀 对于输出并没有 什么质的一个提升 18级龙骑了 26分钟 下一条装备做BKB 这个BKB出来了的话 AGB现在正面团 就不用打了 这就是一触即溃了 这个正面团 而且死问 每一次团战 都是找对面的 这个龙骑 我也是 我也是有点无奈 现在Breakheart的这边 是领先2000经济 龙骑装备BKB 还差400块 大鱼这边 现在点金 推推 跳刀 绿鞋 下一个装备 也去做BKB 突然变成了一个 三合 真的是突然间 就变成了三合的 一个阵容 现在AGB就茫然了 他们现在这个 刷钱方面 就只有一个帕克能刷 一个死问能刷 剩下的队友都要蹲 这下路肯定是一个帕克 藏在这个树林里边 帕克这场比赛 也没有选择 去出一个风杖 选择做的是个推推 隐刺过来了 这波隐刺过来了 看看帕克走的这个方向 帕克走的这个方向 还行 对方的这个 隐刺找反了 手里边有扫描吗 没有扫描 这个死问 拿出来了一个水晶剑 下一个装备 却改出 改换系了 换系要出强席了 老虎直接被对方定住 一套技能 顺秒吗 这里神域给上一个技能 开始奶 疯狂的奶 疯狂的奶 哎 大招过来了 我去 这里大鱼被怼死以后 两个BKB的大哥 开始对撸 这里看一下隐身 老虎给大招隐身 但是好像还是有点 跑不掉的感觉 你再过来给一个 隐刺的大招 在小狗输出 直接脑死 小狗这边显著 也做了一个暗面 浩王现在已经是 来到了 大沙特沙吧 还是杀如马 爱刚才 大叔真的 这种比赛 不用百分之百 集中解说 还是先集中解说吧 万一翻盘了呢 万一没整好翻盘了呢 对不对 现在双方的经济 差在三十分钟的时候 拉开到了五千 其实如果光看 经济差啊 感觉没有那么巨大 三十分钟 五千经济差 大哥位的经济 没有被完全拉开 这个是在接收范围以内的 其实 飘个法球来这边啊 看看大鱼的这波带狗 跳到推推带狗 上来 强杀呀 怂什么呀 这种时候 没看着 没看着 他们这波怂什么 这波对方 这个阵容里面 只有神域能救人 你直接跳上来以后 踩住了 把这个神域放狗一秒 对吧 神域 这个小狗 开狂暴 龙骑逼 对面 这个帕克没有A仗 谁都留不住 全身而退 绝对是全身而退 杀完人以后 就很有可能 直接可以顺势 上一波高地的一个节奏 没有勇气啊 开皮 定一手对方 这时候给上一个穿刺啊 这个大鱼 兜里没狗吗 有狗啊 这个狗第一时间 出来的时候 好像 我知道了 那狗也是惨 看下老虎 哎 你这 我操 我去 萨嘎那这什么意思呀 你看着对面的这个 你看着对面一个A在这 你第一时间 引识身过来 你给一个散尸净化 然后再追 你想开分身 什么梗啊 告诉别人自己在这儿吗 我去 怎么感觉这场比赛GV这么萌啊 这好多操作好可爱啊 自己应该在这个地方 追对方在这 A走到这儿了 自己在这开了个分身 什么意思啊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太有乐趣了 这场比赛真心太有乐趣了 看下一个大鱼带狗 这波 隐身服到时间了 应该正好被看到 但是找到了对方的一个神域 神域直接被击杀 你看这个就显出来 就是Bruly Heart的这支队伍呀 他们跟一线队相比 他们还是有差距 老强这个穿刺漂亮 这个就还是有差距 待会我再跟大家说 为什么说他们还是有差距 这个小狗直接弄死吗 还差一下 还差一下 帕克这过来以后 看一下这个龙鞋 这龙鞋这波 这是走痒 给一下平A 再给一下平A 跳过来开始给锤 再给一个平A 不要让他跳到跳出来 就能追死 再一个跳A 散尸呢 散尸减速 这个没用上 直接带走了 我跟大家说 如果是以前的IG 以前的IG 或者是这个 其他一些队伍的 这个鱼狗战术 比如说大鱼跟狗 来到了这个位置 比如从这儿这么过来 来到这个位置 准备去杀人 他的队友一定会在这个一带 把兵线带过来的 就是他一定会把 兵线带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个位置 跳过来 把对方的人杀完了以后 队友的兵线应该是带到这儿 然后这个时候 直接来抱团 去对对方的这个防卫塔 进行一个推进 但是呢 Bray Heart没这么做 他们是鱼狗两个人 单独出来带线 带完了以后呢 只有一个龙鞋 是从中路很远的地方 龙鞋大概是从这儿 开始往这个地方再赶 然后结果赶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是跟对方遭遇 然后被对方直接给收割 然后反过来 IGV的一波团战 就直接赢了 这个就是 这个Bray Heart的这支队伍 他们之所以 现在成不了一线队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不是一个职业队伍的表现 就是打鱼狗战术 不能这么打 鱼狗这个战术 由于占了一个 尤其是像这场比赛 它本身已经占到了 一个三号位的大鱼 和一个一号位的小狗 一般来说 一整场比赛下来 一二号位加上三号位的 这个资源 大概要占到 全队资源的80%以上 你这两个人 就已经占到了全队50% 甚至60%左右的一个经济 50%左右的经济差不多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这两个人 没有任何的推进能力 你需要等着一个龙骑 然后龙骑没在 你然后两个人 深入到了对方 二塔后 这个位置去杀人 在这个位置 对方如果想支援的话 高地的塔可以支援 二塔可以支援 圣坛TP下来 也可以支援 然后自己的队友 没有任何人去接应 也没有人去推塔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刚才那波是鱼狗 在这个地方杀完人以后 龙骑带着兵 推到了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IGV是不会选择反打的 因为他们反打 马上就要面对 一个瞬间到场的龙骑 BKB变龙 三级大兵龙 直接就怼在脸上了 看见利丸 利丸这里差一丝血 帕哥这个锤没中 死 开启弹 中剑了 射在了龙脸上 这个龙直接死了 隐刺也被死闻剁死 老A这个地方 一个法球直接带走 后排看看小狗在追谁 在追神域 没有追上 这给了一个脚械 这个下一个脚械 CD已经好了 抽光了 再给一个脚械 萨嘎拉踏的是往后走 小狗挠掉两个幻象 老虎再开个大 这个被四个人围着 被四个人围着 身上没有 没有TP 选择是钻了一个兵 这一波又是被对方 打了一波零换四 只有一个小狗 在蹭着兵线往回走 你不用理他了 不用理他了 你还理他干嘛 他上来拆高低 我的小强啊 这狗打架在干嘛 你真是跟狗打架 你这名字不白叫啊 大兄弟 看着狗就得冲着 跟人打架 你这个 真是没白瞎这名字 这样的话 两路高低高破 两路高低高破 那IGV是通过 对方的一波失误 直接抓住机会 反驳 而且就Braveheart 刚才这个冲到二塔后 推对方 就是杀对方的人 杀完人以后 两个大哥 三个大哥被击杀 等于是 三个大哥被击杀 一个买活都没有 这个就是非常重的路人习气 这里肉身打掉以后 这里带狗放出来 先把神域干死 咋咋了 这个BKB也没着急开 反正身上有盾油奶 这里死问BKB开起来 这还有一个 看看这个大鱼被带走以后 老虎BKB 开BKB呀 他复活了 你跳什么呀 卧槽这么多控制围着你 你倒是开BKB呀 我的天 对方也没有那种 哎呀 哎呀好急 急死我了 这开个BKB不就走了吗 这什么意思呀 起身直接 起身直接BKB 然后队友是可以反打的 这莫名其妙自己 自己把自己演死了呀 对方过来顺势插个高地眼 有宝石 有宝石 两颗宝石 帕克一个宝石 小强一个宝石 然后这边非常天真的 还插个 我说不下去了 俩宝石带着 然后我自己往高地上 扎了一颗真眼 哈哥上来给一套 直接一个反头飘走 一辰这拨是孤注一掷了 这比赛看得我快笑死了 真的快笑死了 这边他没有拆这个眼 应该是故意想等着 对方上来人送吧 应该是在等着 对方上来人送 但是 人家看见你这有宝石了呀 你这 我操 我操 哈哈哈 哎呦我气 我受不了啊 哎 有宝石 有真眼 看着对方一个假眼 当时那边假眼的盖 开了个雾 哎呦我去 哎这是 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眼下开雾 我跟你讲 哎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眼下开雾 不光对方知道有眼 自己也知道对方这有眼 眼看着对方这有一个眼 然后开雾 哎呀我的天 怀揣着俩宝石 然后这还插了一颗真眼 在对面这个距离真眼 不到两步的位置 的假眼下边开雾 还行啊还行啊 这波起码是没被对面打团灭了 回来拆一波这个圣坛啊 这局店长推荐啊 这场比赛太精彩了 我去 看看大鱼这个带狗 大鱼带狗影刺身上有一个宝石 影刺身上一个 怎么还有个宝石啊 帕克一个宝石 小强一个宝石 影刺身上又一个宝石 而且帕克跟小强两个人都带着宝石 俩人都带着宝石 俩人都没在正面 俩人都逛街去了 你说你说你这块刚才 你任何有宝石的人在这待着 这影刺不就死了吗 俩人带着宝石 俩人都单独逛街去了 一边逛一边在想 怎么还没有人来干我 好寂寞 这种眼下开悟就是故意求街团 怎么可能啊 人家对面 自己瞎人家对面也不瞎 人家也知道你身上有宝石 眼看着你这开的窝 人家这个时候烈士局 肯定要回家的呀 这个波神月就一找 看一看这波进攻 小狗这个目标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边已经有绿杖了 死问出来 砍一波找一辰的这个龙 这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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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砍了半天 以后剩一丝血没有死 这里变成了一堆屎 地堡小强往这一蹲 对方所有的人都不敢往前追 那么这样的话 死问的大招还有大概 一小点的时间 够把这个下路的高地牌 给磨的差不多了 应该是 这里地堡小强变出来 死了 可以吧 这会果断的就得 宝石送一个 哎 哎 帕克的宝石呢 哎 哎呀 不是 哎 谁能告诉我 这是帕克的宝石呢 帕克是买活过来的是吗 帕克买活过来的 一拨宝石送光了 一拨宝石送光了 一拨宝石 以后我觉得中国 其实不用再弄什么 这个电竞大学了 不用弄电竞专业了 就直接从这个什么 这个戏剧学院 直接从戏剧学院招生就行了 而且得要那种演技最差的 演技太好的 演技太好的 怕眼中真的 找那种演技最差的 电竞大学 我觉得毕业就业方向是什么 眼被对方给排了 宝石 呃 Bherd这边的这个宝石 拿的明显就要稳当的多 他们只选择是拿了一颗宝石 在影刺身上 然后家里边放了两颗 现在就看这V这边 接下来准备怎么打 这个死问还是选择做了 雪集这个道具 没有选择去出 大炮 雪集这个道具 在对方没有BKB的时候 是一个神器 但是如果对方有BKB 并且能开的话 这个道具 还是有一点点乏力的 给人的感觉 电竞大学毕业了以后 可以直接去这个 可以直接去做当演员 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 可以直接来打电竞 稳 死问的经济现在是23800 龙奇你别说一辰这个选手 他的这个刷钱速度真的不错 他在没有点金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的经济 能够一直保持在第一集团 小狗这场比赛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做圣剑 准备靠圣剑一波翻盘了 这边现在整体双方的这个经济差倒不算大吧 46分钟一万的经济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大哥位的经济差 经济没有被拉开太多 酱油位置的这个经济有点差距有点越大 准备 这个是RGP选择是先稳扎稳打 拿一个盾 给萨嘎达拿了盾 奶酪是交给了小强 地宝小强带奶 死问这边因为他带奶带盾意义不大 他带个奶酪还凑合 但是他还是有可能要面对对方的这个AA的一个大招 所以没有选择去给他带这个补给品 当然了小强也有可能是拿这个奶酪 先临时帮自己的大哥拿一下 小狗做出来了圣剑 圣剑 圣剑狗 圣剑强袭暗灭天堂的小狗 而且他的这个圣剑应该是没有被HPG先生看到 小狗现在挠这些酱油应该就是两巴掌一个 龙奇也是做出来了一个子愿准备耕血极了应该是打算 看看Sagada的这个老虎选择下一个装备去耕自己的一个蝴蝶 这个老虎没有选择去出大推推 你这个跳上去是什么意思 小狗呢 小狗呢 我现在就关心小狗在哪 小狗在后排在挠这个帕克 在挠小强 小强这个地方吃了奶酪 感觉好像还是要死 变成地堡 钻地 看看小狗在哪个位置 小狗这里钻兵 崩出来 这个小狗的圣剑第一波并没有打死人 小强是依靠一个奶酪把自己给救下来了 我刚才没看懂老虎从这跳到这块是什么意思 是有可能是为了躲对方这个大鱼的跳踩 意识躲跳踩吗 咱们有没有这个高分段的选手能帮我解释一下 我确实刚才没看明白这个老虎从这个地方跳到这块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用意 但是他这个用意是什么我没看懂 这里隐刺是在高台上做了一个眼 手里边穿着一颗宝石 看看从后排钻出来 小狗在哪 小狗现在在大鱼身上 跳出来 这个被皮绷住了 死乱过来 直接垂肿 其实不长畸形啊 不长畸形啊 你们老是怼着一个小强 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三次小狗绷出来 被这个小强的皮弹了 真的是第三次了 哎呦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是被HV直接抓住一波机会打翻了以后 这个Breadhurt再也没有找到机会能把这个比赛给翻回来 呃 比赛 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这场比赛这个没想到整个流程是这么的这个愉悦啊 让我们的这个心情整个都感觉到得到了一个升华 好吧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还是恭喜HV拿下了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胜利 那么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先给大家录到这里直播呢 咱们稍时休息 呃 等待双方下一场比赛的开始 我是三老大叔 咱们稍后休息一会儿见